今天是2019年的1月9号星期三 农历的腊月初四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西兰全国各九亚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 奥克兰明天的最高温度将会继续上升达到28度 首都霍林顿明天将会迎来降雨天气 雨量非常的小 气温是稍有下降的 在17到22度之间 汉密尔顿明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 气温是18到28度 南岛基督城明天将会迎来多云有阵雨的天气 少量的阵雨将会出现在早间的8点到10点之间 气温将会在12到28度之间 早晚的温差非常的大 黄浩镇明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 降雨将会集中出现在日出之前 气温是11到23度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奥克兰市议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安永进行的调查显示 市议会旗下的体育厂Eden Park的财政状况堪忧 在下一个10年或将亏损8000万纽币 这份报告指出Eden Park目前是贷款5000万纽币 那么今年就将支付一笔不小的利息 奥克兰市议会目前是正在闭门讨论Eden Park体育场的未来 包括是否应当出手扶持这个奥克兰最著名的体育场 因为这是新西兰大部分重要橄榄球和板球赛事的举办地 那么去年10月Eden Park方面是向市议会提出要求拨款150万纽币 更换体育场的这个草皮 他们说这些草皮已经是接近使用期限的极限了 存在一定的风险 而这再度引发了市议会对Eden Park财政情况的这个担忧 安永的报告就指出了Eden Park的本年度财政赤字 预计会从上一年度的680万增长到820万 而且是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迹象 这份报告还指出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对Eden Park的运营影响最大的是 重大体育赛事的减少 那么由于今年将在日本举行橄榄球世界杯 全黑队在Eden Park进行的国家对抗赛 将只有一场而不是通常的两场 这就导致Eden Park将失去140万纽币的财政拨款 此外呢今年有两场这个板球国际赛也将在这里举行 而往年呢都是四场 不仅如此超级橄榄球联赛呢 也将会只有一场会在Eden Park来举行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去年新西兰发生了很多起罢工事件 对民众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中小学老师罢工以及护士罢工 那么最近又有消息传出啊 医院里的住院医生也将迎来属于他们的罢工日了 新西兰住院医生协会在去年12月31号也就是去年的最后一天发布了通告 将在今年的1月15号的早上7点举行全新西兰住院医生的大罢工活动 为期是48个小时 罢工的主要目的是敦促有关方面更新去年2月就已经到期的住院医生集体工作合同 那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住院医生罢工 那么新西兰全国上下各地医管局是都在准备紧急预案 尽量减少罢工对住院病人的影响 Nielson地区的这个医管局的官员就表示 罢工期间这个急诊 急诊手术以及孕妇护理机构呢 仍然是会照常的运作 非紧急手术会延期 门诊病人的这个预约也会进行调整 受影响的病人呢 也会得到医院的提前通知 如果没有接到通知呢 可以正常的就诊 新西兰住院医生协会的主席Bron博士就指出 经过长达9个月的艰苦谈判 医管局拖到去年9月呢 才是拿出一份方案 但这份方案很明显医院是 医生们是非常不满意的 2017年初的时候呢 是经过了长达一年的谈判 和数次的罢工行动 新西兰的住院医生协会 终于是和各地区的医管局 是达成了改善工作条件的协议 那么根据新的协议 住院医生是不得不连续工作10天 每两周就休息4天 也不得不连续4天 每4天工作10小时以上 Bron博士就指出 协议让很多医疗人员是获益了 但住院医生的流动性很大 经常需要在各个医管局之间轮换 而且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呢 就会被视为新的员工 如果没有一份有利的集体合同 那么住院医生往往是非常弱势的 他希望呀 罢工能促使谈判快速有效的进行 尽快完成住院医生的 集体合同的更新工作 好 接下来关注国际新闻 公开的资料显示 2018年的12月12号 汕头国际集装箱码头 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出现变更 由林达奇变更为泰国前总理英拉 这家公司注册的资本 是超过了8800万美金 合计港口汕头有限公司 是出资6160万美元 占股70% 汕头招商局港口有限公司 是出资2640万美元 占股30% 泰国前总理英拉 是祖籍原委中国广东省梅州市的 丰顺县 他是客家人 那先后就读于泰国清迈大学 和美国肯塔奇州立大学 曾经是泰国的首位女总理 2017年9月的时候 泰国最高法院就大米独职案 是判处英拉五年有期徒刑 但是在判决之前 英拉就已经离开泰国本土 英拉的哥哥 他姓也曾经担任泰国总理 后被政变推翻 于2008年是流亡海外 好 感谢您关注这一时段的 WTV News正点播报 再会 新闻今日谈 由以下商家联合赞助 下载Pyra App 水工电工油漆工 就在您身边 Buffin Thompson 凯文和 多年分行销售冠军 宁可信赖的中区房产中介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听收看新闻今日谈 我是David 郑经纬 大家下午好 我是Summer 是的 在今天新闻今日谈一开始 我们要谈到一则新闻是 这个关于中国工人 在纽西兰得到不公平对待的新闻 对 那么这条新闻 其实在之前我们有跟大家 简单谈了一下 但是没有一个结果 今天的最新消息是说 我们把前情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大约有48名中国工人 是被一家从事建筑业工作的 代理公司承诺 在新西兰安排工作 那么这些技术工人来到新西兰 是寻求临时工作的 所以说他们是被承诺 每周至少是可以工作40个小时 然而当他们拿到工作签证 来到新西兰之后 发现情况并不是如此 自从2018年8月以来 许多人都没有获得任何的工作 所以说在昨天的时间 这些工人是被赶出了宿舍 目前独知的情况是 他们没有钱 没有食物 甚至是没有住的地方 所以说昨天48名工人 都是露宿街头的 那么这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人 和这些工人的情况 非常的类似 但是他们比较害怕 也就没有说出来了 据他们所说呢 他们是和一个叫Peter Lee的人 签订的这个合同 并且Peter Lee是把他们 带到了新西兰 还收取了这么多工人 4万到5万5千纽币的费用 那么现在照这些工人所说的 他们接到了入侵的通知 公司代表是拿走了 他们的护照 食物 床上用品 甚至是卫生纸 是的 那对这批工人来说呢 当时抱着希望来这里打工 赚钱能够养家 甚至能够办理移民 那当然这个现在事态的发展 似乎他们很糟糕的是 虽然他们有合法的签证 但是他们是属于这个登记 是一个叫NBL NPL的一个公司 那么这些人呢都是与这个 NPL公司进行签订的这个合同 但是呢好像说有些人就会想说 那干嘛不去其他地方找工作 但是他们拿到了这个三年的工签 只能在这家公司工作 是的 那就是不能到别的地方工作 那当然对于这批48个工人来说呢 他们的下一步啊该怎么走 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呢 他们被赶出来嘛 那第一时间呢 这个工会啊 纽西安的工会啊 就等于是过去帮助他们 那当然呢 因为他们昨天晚上已经不能住在 这个原来这个就是原来那个地方呢 公司安排的 算是一个农场的house 在这个My Road那边 那一直以来呢 那个地方呢 可以算是比较郊外 非常的荒凉啊 对 所以呢这些工人呢 他也不方便出去 他们当初一来呢就住在那里 就是把他们给外界相当于隔绝开了 那随着时间的发展呢 他们已经没有钱了支付房租 那站在房东的立场 我这做生意的对不对 跟你们这个劳资纠纷啊没关系 那不能付钱对不对 就请警察啊 把他们给请出去了 那这个经营这个农场house的这个 方法house的这个人啊 他没错 我觉得他没有错 他做生意嘛对不对 好那这批工人呢 就被轰出来之后呢 工会啊很热心还不错 嗯 昨天晚上呢 还有热心的教会朋友 就把这批工人呢带了教会 在教会过夜 所以说昨天他们是 暂且有一个安身的地方 对在教会过了夜 那今天晚上在哪过夜呢 还不知道 但是今天早上呢 这批工人呢就去了工会 那工会的说法呢 我们采访的时候呢 他们表示啊将会帮这批工人啊跟移民局去申请 申请看能不能把他们的工签啊转换成open 就是所有的工作都可以 就是你你不一定就原来就跟那个一家公司嘛 现在我就可以到外面打打零工啊 做做别的啊都可以啊 那现在这一部分呢 进度如何 还有这批工人 他们现在的心情 身体的状况 还未来有什么打算 那我们呢时间的关系啊 稍作休息 待会儿回来之后呢 立刻啊跟这批工人啊 我们进行电话连线采访 现场连线 对现场连线 来问问他们今天呢 到目前为止 跟这个官方接触的情况 还有他们现在的情况 对 好 那我们稍作休息 我们继续新闻经济谈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新闻经济谈第二段 我是David 郑经纬 大家下午好 我是Summer 是的 刚刚前面第一段 我们谈到关于这批 中国工人啊 被到这个等于是剥削啊 现在情况非常的糟糕 所以在第一时间呢 我们立刻跟其中一位 范先生啊 进行电话连线 是 那范先生 范先生您好 你好 范先生您好 那在电话线上的 就是范国华范先生啊 好 那 范先生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今天 现在心情怎么样 现在进行非常难过 非常难过 所以说您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在哪个地方呢 我在这个劳工会 在工会啊 好 那你们今天早上 后来有去移民局吗 现在没有 现在在工会 总长一直待在工会 工会啊 工会记者在再采访 有很多记者来采访你们啊 对 洋人的很多吗 对 大多数都不洋人 只有一个中国人 好 那现在重点 我们想从头给你梳理一下 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好 话说当初啊 你怎么会想到来新西兰 到时候那个李文山在那个IPR公司 拿到IPR的公司那个门单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 民安到中国去 到中国那个中介 就是我们江苏南通 你是中国南通人 对 他到南通 去招募你们 对啊 就是招募劳务人员到新西兰来 招募劳务 那他有办一个说明会吗 什么你说 他有没有给你们说明 这个劳务来新西兰工作 是什么样的待遇 什么样的条件吗 他跟中介公司说的 中介公司跟我们说的 哦 就是和中 你们是直接和中介进行的联系 对吗 对 李文山也去过了 也去过我们南通中介公司去过了 哦 李文山也去了过南通 对 就是少数人在那边 报名的时候 有看过他 他在那边承诺 承诺我们说 每个月 三到五万 人民币 还有人民币 还有这个可以家属去移民 六个月以后 可以家属可以去移民 六个月以后 你们来了六个月以后 家属就可以办移民 对 是 那这个有白子黑字写下来吗 没有 但是他口头承诺 我们当时在那边 在中介公司 他口头承诺 我们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法律 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们都是没有英语 不会讲英语 也不会说什么大道理 那你不是还蛮有风险的吗 这个他随便讲讲你就跟得来 会不会 当时有没有怕他会骗你 我们当时也考虑过了 当时考虑的是中介公司说 报名时候说的是14万 然后中介公司说 IPR公司说的费用不够 就加18万8 后来我们说的 我们也不从意 我就认了一个礼拜 我在家里 等了一个礼拜三立了 跟我老婆商量 我说这个IPR公司做的 那个礼拜三代表IPR公司 说这个费用太不够 叫我们加钱 他说到三到五万一个月 这个我们家里 跟我家里同意 家族也商量好了 是同意 出资的钱 他说18万8 另外加这个 我们去以色列的那个 打那个无罪 无罪证明 跟那个在以色列 报税的那个单子 他们去办理的 所以这个费用 也加在我们里面 所以你总共你这个人 付了多少钱给他们 个人付了这个 19万6千300块钱 人民币 这个有 我们交的现金有数据 这是去年什么时候的事情 这个去年6月份 6月份 好 那多久以后 那个新西兰的签证就下来 大约是7月25号 26号 7月26号 我看到这个 这个理文商人在地脑里 跟男同中间公司 给我们看到 看到有 大家有30秒钟的时候 每个人的这个签证下来了 都下来了 后来他就把 那后来他就把麻掉的 就不给我们看了 不给我们看了 我们就是看到这个签证下来了 好 就把 六四就把这个钱 一下子 拿不到18万8 9万6千300 我就借 借钱 借钱 每次借到3万 就给3万 借到2万就给2万 后来我一次 打了10万 我就是叫做银行 转账给那个中间公司的 一下子转到4万 有那个转账单子 最后把钱都交起了 对 借到 大家借到6四 18万 19万6千300 我说 六四给他 资金的 嗯 就所以说您来纽西兰的钱 基本上都是靠借的 对吗 对 您来之前在南通啊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做木工 木工啊 嗯 是 我可以问一下 您今年几岁吗 55 55岁 嗯 那这个经验应该很丰富啊 做木工 好 那我们就讲啊 那你去年几月 出发从中国来到这里 8月8号 8月7号晚上 出发 8月8号 8月7号云城 8月8号到奥克兰 对 8月8号到 好 那谁来 谁来接你呢 那个APR公司 那个Pitterly Pitterly 对 你那时候 你有看过一个戴眼镜的 对不对 对 是 好 他来接你 对不对 那当时你是一个人 还是你们一群人 我们8月8号一群人是12个人 12个 嗯 那就入境 入境之后 他把你们带去哪里 去桃兰嘎 带了桃兰嘎去做工 做工吗 还是住 没有 没有 在桃兰嘎 提到那个宾馆 那个渔馆呢 渔馆呢 坐到大压里有三周 他们又把我们拉到那个奥克兰 去中心那个宾馆 又带了两周 带了两周 然后又拉到那个什么 一个中国老板 那个中国户主的那个房子 民宅 到那边又住了一个礼拜 又把我们以后 过来问 Pitterly 我们问那个李文山 就是问李文山 我们说的是李老板 我们说的是 我们没活 我们自己找个灵活干干 行不行 他说不行 要不要到IPR公司干 IPR最传给他的 他说的 你们的签证是只能替这家公司工作 对 那李文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还只是员工 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 他就说 他跟我们说的是 那个IPR公司聘请他的 他是这样说的 聘请他的 对 由他全球带领什么中国人 那你们有没有问他 为什么一个这个劳务工 要付那么贵 将近19万人民币 我问他的 他怎么说 他说的 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新西兰来的时候 富应大 又是说这个 可以帮你们移民 这个富应 包括在这里面 我们就相信他的 好 那你们的住旅馆这些钱是自己掏腰包 还是李文山帮你们出的 自己掏的 自己掏腰包 就是说您现在的状态就是来到新西兰这边 没有干过一天活 没有拿到一分钱 自己还掏腰包吃和住对吗 不是 我们在 我从8月8号 到新西兰 到10月11号 这个之间 只干了80个小时 李文山还没有给钱 大约到了8月10月10号之前 我问李文山打电话 给他 我说我从家里的钱 牛帝带过来了 我没有收我费了 他每次打一次电话 他到这里来 先给100块钱给我们 第一次给我们 一周以后 钱没了 是没有了 我们再打电话 他又送100块钱来 100块 对 一个人100块 对 就给你们一个礼拜 100块生活费 对 我打了三次 我三次钱 钱花完了 我就问再打电话 他有时候不接电话 可以有时候接电话 他就说 你们自己可以有灵魂 你们自己打去 我现在这边 事情都过 现在没时间过来 太远了 说的 是 他就这样跟我们回答 我们也生气了 我们说 你们 你们不给我买工作 我们出去自己打工 自己打工 人家 公司 你的公司 这次我们去干 他们一看我们签证 不可能在他们公司干 是 人家干了一天两天 人家把钱借了 把我们赚借了 我们就有生活保障了 我们人家就不要了 是 再到另外一家公司去干 干个两天到三天 是 人家一看 问一问 你的签证 对我看呀 我们拿签证一对他看 人家说到 我们这个公司不能用你们 是 那范先生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些一起来的大分都是南通人吗 对 我们就是南通人 南通人 这四十几个都是南通人 不是 有浙江的 还有浙江的 都是你们同一批来的吗 同一 你们是同一批过来的吗 不是 我们是有浙江人是8月2号来的 还有7月份来的 我们是南通人是两次来的 8月8号 8月17号 就分批来的 但一次都十来一个 十来一个这样 不是 8月8号 我们一起来了 12个人 是 8月17号 一起来了 14个人 哦 14个人 14个人 哦 14个人 那现在你们在一起的有几个 还在一起的 现在一起在一起的 住在那个IPR公司的 有18个 那个 这个 南通人 那其他工人呢 其他工人 有的 出去 住那个四房 打零工去的 他们 正前 先住在那边 市中心 坐着人家 四个房子 有的通过证件 哦 有的就想办法 自己先 正点钱用 就打一点 等于是 有点像打黑工一样 对 那现在我想问一下 这个从照片上看 你们的平均年龄 大概都50上下 大家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大家身体状况难受了 找不到工作了 这个有的找到工作 签证不能转出去了 这个事情都困难了 比较 也很烦人 对 有的就比较痛苦了 有的睡觉 晚上睡觉的话 就是 11点多到12点多 就睡觉的话 再想办法 怎么能找到工作 知道吧 那将来 将来有什么打算没有 你们有没有讨论过 我们现在就在工会 跟工会 中午华人 在协杀 能不能到移民局 让我们找到新的雇主 能转签 可能能不能把我们的签证 不能卡死了 在哪个公司干 就换成open工签之类的 就是可以到处干活 open工签 开放室 对 开放工签 对 好 那这是你们对签证的希望 那你们有去跟中国驻外的领馆 联络过吗 寻求他们帮忙吗 有事管 我们跟他联系过了 联系过了 他们也记得了我们 他们说 我们无法对他们 这个什么抓人 比如说这个去靠在了 这个什么东西都不能 我们就能把你们这个事情 反映到国内 他说的 说的 有个什么 在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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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上说的 发给了那个 中国流声馆 说的意思就是 我们把这个 这个事情已经发给了 这个国内 你们江苏省 这个商务局 跟国安局 我们也 通过了 他也跟我们说 你们自己 或者叫家人 或者在纽西兰 把这个事情 到南通打市长线 打商务局的电话 跟他们在 在报案 整个局势 那在南通的 这个介绍 你们来的那家公司 你在国内的家人 有去问过他们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有没有去过 这个家人呢 现在我们 中五十多岁的人 那实际在的话 家里人 那儿子在外地工作 是 老婆在那边带孩子 是 不方便 是 我儿子在江苏省 是 在那个 镇江 带洋电视台工作 嗯 儿媳妇在 在那边做会计 我老婆带孩子 是 没办法去 那个 这有电话联系 是 所以中方 在中国的老务公司 也没说什么 也没主动 跟你们家属联络 没有 是 家里人打电话 是 他说我们正在跟 IPR公司 那个Peter联系 叫你们 他叫他们尽快 还买我们工作 一等这个中间公司 我们南东中间公司 一等我们都到现在 我们没有回话 我两个月之前 就打电话了 是 他们没有什么回答 也没有信息发过来 是 就是这样 是 好 那对于李文山这一部分 你们有没有讨论过 要怎么办 我们最好通过媒体 通过中国政府 中国律师 把我们这个钱 我们在纽西兰 人家 那个移民局说的 不需要这么多费用 我也要通过这个 中国政府 这个 各大媒体 要把我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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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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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还借着 那个高低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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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贷款 是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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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嗯 能不能退回来 然后家里 这个 贷款都还不起 我们现在 这边没钱 来到五个月 五个月 我们8月8号来的 现在到1月8号了 五个多月了 今天五月9号了 那没办法 有的 借到三个月的 银行贷款 有的 加点十万 八万的 这个贷款 一直都 没有维持 给家人 进回去 是 是 所以说 有些是借高利贷的 那我想再问一下 比如说像是 工会和教会 有 为你们提供 什么样的一些 帮助吗 教会跟工会 他们是能提供 我们这个吃饭 有的 比如说 我们这个18个人 现在给这个 IPR公司 把他们赶出来了 赶出来了 我们这个18个人 现在就是没有足路 现在没有睡觉的地方 吃饭都是 这个工会 给我们过去提供的 你们昨天晚上住在哪里 住在也是一个华人 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 那个教堂 他们说的 我们正能 昨天晚上住的 我们昨天晚上 十一点钟 到那里去的 他说的 我们正能 一个晚上 到明天中午 十二点 你们要搬出去 他们这边要开个什么 举行一个什么会 是 我们就 今天那个工会 就把我们 在整个那个 搬家公司的那个 车子 把我们行李拉过来了 把他到工会来了 那你们今天晚上呢 怎么办 今天晚上睡呢 今天晚上我们 工会才跟我们 商量了 出的那个帐篷 到哪个公园 零食的一个帐篷 帐篷 三十九块钱 能容下四个人 能睡觉的那个地方 去租个帐篷 睡在公园里 对 这个也不是 长久之计吗 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现在有的 没工作啊 有的有工作 那你们今天 吃东西呢 中午怎么吃呢 中午就电视台 这个在这个 工会 电视台都拍下来了 因为晚上可能 这么可能下午 就就有了 放出来了 补出来了 在这个工会吃了 工会里面 有弄东西 给你们吃 他们买了 也要买了 不是不是 就工会 去买一些吃的 给你们 对 你们现在几个人 在工会 还在工会 我们现在是 四十个人 四十一个人 在工会 四十一个人 总共是四十八个人 江苏跟四江 有几个走散了就对了 有的有几个太远了 有的有两个在逃乱 有的两个在互灵病 这些是被安排到 这些地方去的是吧 不是 他们自己找的 他们就等于是 做点私活就对了 对 好 所以你们这四十一个人 现在也是 今天晚上就睡公园了 对啊 现在还没定下来 现在没定下来 说到那个工会主席说了 马上去买这个帐篷 我们有 现在有十八个人 没有这个睡的地方 看看一个人 能不能买个帐篷 能不能 能四个人融下来 哦 错误一下 那可以 是 因为我看这个在网站上啊 那这个因为工会帮你们发起一个捐款 现在看来呢 这个已经有不少朋友捐了 是 一共募集了是三千七百七十一纽币的上款了 对 有103个热心人士啊捐钱 嗯 对 对 希望能够帮助你们吧 但这个钱可能还 一下子还不能够这个打到你们的帐上 帮你们啊 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啊 就比较复杂的是 第一 这个你们怎么解决 你们现在的这个燃眉之急啊 就是吃跟住这两件事 现在工会啊 现在工会在想办法 我代表负责一个 好人 谢谢 好学人 是你 你不要难过 你要勇敢一点 好不好 现在正在积极的解决 大家都在帮忙嘛 乐观一点 好不好 好 有帮忙就有解决的方法 那这个 是 下一步关于那个移民局那个签证的事啊 工会会帮你们出面吗 不知道呀 现在没讲 没听他们讲啊 好 听到他们没讲 是 那你们好好加油 先忍耐一下 不要难过 一定会有解决方法的 那我相信呢 这个华人啊 会帮华人的 好不好 那我们随时保持联络 好吗 好的 非常谢谢范先生 范国华先生 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您 谢谢 好的 好再见 那刚刚接受我们访问的是 来自这个中国被困的这批工人啊 的代表 范国华 范先生啊 是 从他的言谈当中呢 可以听得出来呢 他们 这个真的是被骗了 而且很无奈 因为 首先他们的年纪50多岁 属于那种上有老下有小的 对 然后也不是很有钱的人 对 可能他们到这边来 英文都不太会讲 对 工会 今天早上我打给工会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Mike 然后我就跟他讲 他讲说有没有这个 这个中国工人啊 在你旁边 他说有很多 你要跟哪一个说 我说哪一个都可以 他说他不会中文啊 他说我随便叫一个来好了 我说好好好 你随便叫一个 所以看得出来呢 这批工人啊 现在真的面临问题 如果各位有这个热心啊 愿意帮助他们一把 就先帮助一把 那 当然下面 比较复杂是签证 对 对不对 他们还想要讨债 对 毕竟你想 我们现在看到有103个人募集 也3000多块钱 也可能只能解决他们短期的住和饮食的问题 大概几个礼拜嘛 对 那么像是可能没办法说每个人退他们多少多少钱 这个还要看政府或者是移民局能够给他们 这个比较怕麻烦是因为他们钱呢 他付给了李环三 对 那这个这个匹特李呢拿了这些钱之后呢 他问题是因为这是属于民事诉讼啊 你你要他吐出来呢 他如果不吐出来 他说我没钱了 而且当时又是你们自愿给的这个东西就很 对 不知道有没有法 因为这个就变得有的仇要打官司 对 那变得这批人呢 还要有一笔钱去请律师 对不对 对 否则的话呢 他们也不能去什么击鼓啊 伸冤啊 对不对 晴天大老爷 所以这个真的是啊这个真的被被蒙了 我们来接电话 来 你好 断讯 没关系 时间在换新我们收拾九集 待会后回来之后 开放电话热线欢迎各位发表您的意见 如果你愿意帮忙啊 或是你知道李先生在哪里啊 这个欢迎拨打电话 我们一会见 一会见 这个事情 就是根本就没有工作机会 对 因为这家公司呢 我去看 它其实算一个人力劳务公司 它本身也没在盖楼房 也没什么大大的这个工程啊 在进行 它基本上呢 就有一点是人力培训 然后给你介绍工作 就可能有可能是 跟这边比如说有些承包商合作 然后输送人力 你盖酒店 那我呢就说呢 我这边很多工人 你要多少工人 你要十个对不对 好来我找十个工人去 你去上工 有点像包工头的那种感觉 就点那个味道 但实际呢 它也没什么这个工程 那现在的问题是啊 有三大块 第一 这批人呢 现在的吃住 对 怎么解决 对不对 这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 他们的工签呢 能不能转换 他们现在是只能固定在NPL这家公司工作 那这家公司不给工作 他们就只能等 对不对 那移民局会不会给他们换 是 这个可能例子万一一开 是不是以后大家都去换 而且大家也知道现在我们的政策很紧 对 那第三呢就是跟李文山之间的这将近十九万 能不能要回来 我觉得这更难 一个比一个难了 对 先吃上饭了 对不对 第二呢 转工签呢 要钱比转工签更难 我觉得能够转了这个工签都应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了 对 但要钱回来 无信中的万幸 要钱回来 更难 对 来我们接听电话 喂 转工你好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听到这个事情很让人气愤的 非常让别人生气 是 David你看看啊 首先不用讲别的 首先我们多么丢人 这是一个 对吧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啊 说这帮人留下来以后 现在是政府管不管 再不说啊 其实政府是没必要管的 那么就刚才你说的民事纠纷嘛 还有一个什么 这个可以不可以让这帮人先去那个农场 做那个水果工具 这帮啊 我知道这帮工人啊 这帮都是农民兄弟嘛 都是非常非常辛苦 非常非常勤劳的人 是 非常非常能知苦不耐劳的 还有一个 这个皮特里啊 我想我们新西兰呢 英国华人呢 皮特里是在奥克兰 我不认识他 不过我想了 这个咱们这个人 华人呢 就这么多人 肯定有很多人知道的 我想大家知道了 报这个电视台 都给他报上来这个人 这个人呢 这个事情呢 有点太可恶了 不对的这样做人呢 所以说他挣了钱了 他挣了几十万 挣了百万 我想这个皮特里 也大约可能四十不到五十岁左右 他有儿有女 他的儿女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对对对 因为因为他们有提供照片啊 这个李文珊呢 曾经拿一张给他们看 他跟总理的合影 对就是说 你看我们还有总理的合影了 然后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么讲这个David 我想这个总理啊 我们大选的数数马场啊 每个人都可以合影 但国家不一样 如果今天您在中国 能跟国家领导人合影 对不对 那代表您不一样嘛 先不讲这个 这里领导人比较不值钱一点 首先这里这么做人是不对的 他怎么他的儿女 他有儿女他怎么弄做榜样 这个先不管了 首先这个钱是我想是要不回来的 对 因为民事的部分 这批人还要先花至少3万到5万 请个律师 首先这帮警察局又不管这个事情 因为你变成民事纠纷 对 警察这么管这个事情了 只能是咱们中国人在中国窝里斗 让外人看笑 好吧 所以希望大家能捐点钱 先暂时帮他们过第一关吧 你说这帮你说现在拿着标语在马路上 你说首先我们怎么生活这个东西 生活这个环境里头 一说太匿是怎么怎么样 先不管这个 再说这帮农民兄弟这帮人 首先他们听到他们的花言巧语 他们也不想一想 刚才这个什么这个范先生 他儿媳妇还做什么会计什么 我想一想 你们想一想 哪里有天上这么好的掉下病啊 你一个农民工就干半年 就给你可以全家移民 这个东西很多东西也不是说 哎呀 我不知道怎么讲啊 好吧 谢谢我们大家理解了 谢谢 是 但是可以理解呢 这个毕竟这批人比较淳朴 对啊 就像他说的嘛 农民工兄弟 比如说我这种我给你看一下 我跟新西兰领导人的合影 坦白讲在某些地方啊 还真的挺有说服力的 光是我妈看到我妈都觉得 哇 档次不一样 我那天跟市长合照了一张 我妈都觉得 哇 厉害啊 对啊 但其实满街 对啊 大家看到他都可以合照了 1月19号又要来了 对啊 都要来招相 是 对 好 我们再接通电话 来 这朋友你好 你好 哈喽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客户 不怎么样 打不通啊我 5712288 5712288 对啊 打不通啊 我打了三个钟头 三个钟 可能午餐时间吧 你现在再试试 你再试试看好吗 你们这个群节家庭话 在哪里举办呢 在西区 The Trust Arena 西区是不是那个医院的前面 西区 不是吧 西区那个是不是医院 那个Vitakiri Hospital的前面 我不是医院吧 那边有医院吗 我不清楚耶 有一个医院不是Vitakiri Hospital Rinking Road 哦 那你知道大概就那个体育馆 很大的一个体育馆 哦 是不是西区 西区很地险是不是 West 西区啊 哦 西区 我就是打那个Dudu 571 我想问他们2288打不通 打了三个钟头 好 没问题 我告诉你就是1月19号下午3点 好不好 哦 下午3点到11点啊 对对对 OK 好 谢谢 不见不散 拜拜 是 那在短讯平台有朋友 对于刚刚这个中国工人事件 发表他们的观点 是 尾号81118的这位朋友说 真的很丢人 都是中国人骗中国人 让新西兰人怎么看我们呢 怪不得全世界人都嚼不起中国人 他还问就是说咱们俩怎么看这个事 是 嗯 还有朋友呢就是说 可能他们是据说是拿旅游签证来的 所以准备黑在这里啊 那倒不是 这点不是了 嗯 因为刚刚在节目的这个进行时我们也看到呢 在这个南岛的北边的marble这个酒厂 葡萄酒厂很多 对 那刚刚看了一则最新的新闻 对最新的新闻就是说那里的红酒商好像也是因为工人就拖欠工资的一系列问题 那工人呢应该也是华人华人的工人 那因为呢他现在被罚12万是因为呢 他第一没有给工资第二没给他们休假 那第三呢这个 当政府来查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薪资发放的资料 是因为不能拿出来其实有了 不能拿拿了不能看嘛对不对 所以说没有对不对 在一批天下有难事啊对不对 罚你12万对不对 你不要跟我说没没薪水单对不对 打死不认没关系罚你12万啊 所以呢希望任何雇主啊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还是依法办理啊合法的对待你的劳工 你的劳工呢绝对会努力帮你工作赚钱 是对不对 嗯那劳工就给老板加薪 但是我想说这两个案子的性质还不太一样 就是没有没有就是马尔堡那边可能有一个案例 他给他工作但剥削他 对这个呢干脆呢工作都没有工作也没了 也工作过80个小时把他甩到边上去啊 对现在可能就拿了个300块钱 那80个小时那个工作那个钱可能漏袋了 嗯对不对啊就是他自己的贷啊 是好时间关系整点新闻之后呢更多精彩内容啊 带给大家我们一会见 新闻今日谈 我是佩涵 今天是2019年的1月9号星期三农历的腊月初四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西兰全国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 奥克兰明天的最高温将会继续上升达到28度 首都霍林顿明天将会迎来降雨天气 雨量非常的小 气温是稍有下降的在17到22度之间 哈密尔顿明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气温是18到28度 南岛基督城明天将会迎来多云有震雨的天气 少量的震雨呢将会出现在早间的8到10点之间 气温在12到28度之间早晚的温差非常的大 航号镇明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 降雨集中在日出之前气温是11到23度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今年早上5点奥克兰南区是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辆小汽车和一辆大卡车相撞 小车车顶被大卡车压住 卡车的一个部件呢 甚至是从小车前排乘客座的窗口插进了车里 然而不幸中的万幸事 小车司机呢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没有生命危险 好我们继续来看 接下来这条新闻呢 也是和交通安全有关的新闻 昨天在Nepia地方法庭 一起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案子宣判了 法官判处肇事司机 接受18个月的行为监督 必须参加特殊的驾驶训练课程 以及吊销驾照12个月 这起事件呢是发生在去年的6月 一个刚刚退休不久的老人 在Nepia购物中心门口过马路时 被一辆急驰而过的车子撞倒 随后是死亡了 驾车者是一位学习驾照的持有者 他表示啊 刺眼的阳光是造成车祸的主要原因 驾车者当时只有24岁 那么死者呢是有72岁了 事故发生后呢 司机向警察表示 当时阳光非常刺眼 直接照进眼睛 导致呢他没有看到老人过马路 照是司机没有前科 那么当时车速呢也并不是很快 应该是在限速50的路上 开到了51公里 去年11月呢 赵士司机是承认粗心驾驶制人死亡罪 那么这一罪名的最高刑期呢 是三个月监禁和罚款4500纽币 一位在附近经营药店的业主就表示 事发当时呢 阳光确实非常的刺眼 此前呢就发生过不少差点出车祸的事情 但撞倒行人还是第一次 当时正值下午3点50分 那么从西边的阳光会直接平射到驾驶者的眼睛里 的确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情况 当地呢应该想一个办法来解决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好我们继续来看 一位患有末期非霍奇金氏淋巴流的奥克兰男子 去年是前往美国接受治疗 但在治疗未果回到新西兰后呢 本周一晚这位男子是去世了 这名男子呢是名叫Krude Bruton 他是新西兰人 那么去年是被诊断患有淋巴流 他的妻子Janelle在奥克兰经营一家颇为成功的公关公司 在美国治疗期间呢 他们一家是在社交媒体上和大家分享这个接受治疗的情况 引发了大量的关注 也获得了很多人的鼓励和支持 那么根据记录呀 Bruton在美国接受治疗的最近一段时间 情况呢是突然发生恶化 家人们是决定让他回家 他在去年的12月31号呢是回到了奥克兰 昨天呢Bruton的妻子是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Bruton已经是永远的离开了 也许回归故土的这个星期能让他走得更加安心吧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过去风调雨顺的一年也为新西兰的种植行业带来了丰收 作为水果出口国 新西兰的猕猴桃 苹果 樱桃等水果 是远销全球享誉声明 今年啊 新西兰苹果也将是一个丰收年 预计这一次的采摘季新西兰全国将会增收3万吨苹果 水果的总产量将会达到60万吨 丰收的日子即将到来 却引发了这个农场主的大量的担忧 因为他们担心呀 没有足够的采摘工人 采摘工人的短缺一直是水果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因此呢 一些水果行业的代表就强烈呼吁政府来介入 应该让他们允许游客在没有工作签证的情况下 可以合法的参与采摘水果的工作 今年的苹果采摘季呢 预计会在2月中旬就全面展开 那么行业人士就表示 希望开放旅游打工签成为一条永久的规定 而不是呢 每次需要工人时临时去向政府来申请 而新西兰社会发展部的回应是 他们正在积极推动相关的这个政策的落实 支持海外求职者来填补空缺 好 继续来看奥克兰市议会的首席生物安全顾问 巴塞博士就表示 在奥克兰鸭子湖发现了大量被遗弃的宠物兔子 鸭子湖呢 是一个自然生态公园 也是很多野生动物 比如鳗鱼 以及一些特有鸟类的家园 这里还有很多独特的植被 但宠物兔的存在会破坏这种平衡 造成严重的生态失衡 巴塞博士就表示 兔子在新西兰很多地方都被认为是有害动物 如果不加控制的话 一对仪器的宠物兔在一年后就会生出一百多只小兔子 他还提醒大家 将宠物兔仪器在公园绝对不是对他们最好的办法 如果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主人呢 就应该把他们送到动物保护机构 或者是安排有责任心的朋友来领养 公园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在公园遗弃宠物的做法呢 是非常坏的 这涉嫌虐待动物 甚至是违反了动物福利法 任何看到类似情况的民众呢 都可以向有关部门来举报 好 感谢您关注这一时段的WTV News 正点播报 再会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的后半段 我是David 郑敬伟 大家下午好 我是Summer 是 今天节目一开始两点钟的时候呢 我们谈到关于中国工人被骗的事情 因为主流媒体 登的这个标题非常的耸动 现代努力 这个听了有时候都难过 那短讯平台的有朋友也留言了 我们来看看 有人说这个Peter里一下子 能搞过来那么多人 看来背后应该不会简单 幕后有很多人 还有人说呢 他是做建筑的 经常会在华人网站登广告招人 基本每次刚登 就有国内的人打电话来说 有推荐的工人 还说只要出一个合同就好 其他的他们安排 并且会给就是当事人回扣 就是会给老板回扣 退用 对 那么中国人 坑中国人一言难尽 希望柜台在国内多宣传一下 因为这两年有太多的人 是被无良的中介给坑过来的 是 对 还有朋友说呢 今天又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 他说有人通知他有使馆的信件 没领是机器硬打的没理他 所以说提醒大家注意这帮骗子还在 对 就骗子还是始终有 这有大片小片吗 对 就像有些人说中国人坑 中国人 所以好莱坞都叫大片 骗了大家去电影院 大片 大片大片 OK 好吧 那我们就骗骗骗 回头来看呢 有一个从朝鲜来到了北京 那绝对不来骗 这是来取经的 来看看这个关于金正恩到北京的行程 是 那么昨天我们聊到了说 有可能金正恩是在一辆 从朝鲜开往北京的火车上 那么呢 北京 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现在是确认8号乘坐领导人 专用的列车抵达了北京车站 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 那么据悉呢 双方会谈中是谈及了第二次的川京会 并就深化北韩与中国的关系等问题 交换了自己的意见 金正恩呢 是乘坐专用列车 于上午抵达了北京 并于下午的4点30分左右 抵达了人民大会堂 所以说就这个行程还蛮接的蛮紧的 是的 那么与习近平呢 是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交谈 那么此次行程规划 是与去年6月金正恩访中的时间 安排类似 双方可能已事先就详细的议题 进行了协调 那么会谈呢 仅大框架进行协商 当天下午6点左右呢 刚才大家看到那个图片也都看到了 金正恩夫人李学竹也是抵达了 北京人民大会堂 与金正恩共同出席 由习近平夫妇举行的迎兵晚宴 由于当天正好是金正恩的生日 双方呢可能会设宴为他庆生 那么有消息人士表示说 金正恩此次访问与上一次的流程相同 是先在人民大会堂会谈之后 然后再参加晚宴 是的 那这次金正恩特别前往这个中国啊 北京啊 面见习近平 跟第二次的这个就是川经会 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就是 他想来先听听啊 中方对于某一些 这个可能在谈判上的问题 中方的意见建议 就是取经 对对 当然讲的好听嘛 那毕竟他也是个国对不对 到过来 有好访问 怎么样啊 那我想呢 这个习近平啊 也会这个跟他 这个讲一讲啊 该怎么样啊 教教他啊 毕竟啊 习近平比较有经验嘛 嗯 对不对啊 跟美国打交道 跟美国打交道比较有经验 然后看这个小老弟呢 这虽然有点桀骜不逊呢 这个不太好教 但是还蛮诚恳的 对那么千里迢迢又来了嘛 对都是第四次访华了哈 是 所以呢这个 这个谈的出来可以看呢 这个美国特朗普啊 跟这个金正恩见面的时间呢 会越来越快 嗯 那这一次呢 第二次见面会不会在新加坡 还是其他地方啊 就不得而知 对 但是看起来 甚至现在有传言呢 非常有可能在啊 在这个韩国 南韩 嗯 这个百门店 或是南韩的某个地方啊 见面 那金正恩呢 飞到朝鲜半岛啊 因为在形式意义上啊 比较不一样嘛 对不对 嗯 那这个金正恩呢 就过38度线 哎那为什么 有没有可能是直接飞到美国呢 哎我看他 怕他晕机飞不远 还有飞机有能飞那么远的吗 他们他们高丽航空 怕高丽航空飞不远啊 嗯 在新加坡的时候呢 就担心高丽航空的飞机啊 飞不到新加坡 当时中国民航呢 就特别啊 去接了一下 嗯 这个专机 对所以说呢 有可能会是在南韩 也可能啊 当然现在就看 这个这个各方面 会不会都同意这件事情 是 那各有利弊了 那当然美方呢 可能也让这个问题啊 更加的这个 接近这个 中国的核心 是 那么金正恩呢 好像说这次访华 你看特别是 戴上了他的夫人 嗯 好像出席的也是有一些高官哈 比如说像是 对像是朝鲜统一 嗯 战线部长金英哲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 外交委员会委员 嗯 李朱庸 嗯 朝鲜劳动党委员会长 朴太成 朝鲜外务 外务相李永浩 以及朝鲜人民武力部长 弩光铁 所以说你看他 还是挺重视这一次的 能带的这个高官都全部出动 嗯 对你看都是什么 部长级别的呀 什么最高的委员会委员啊 是 嗯 但这次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呢 往往常啊 他早过了中国边界 嗯 过了丹东 中方都会派人呢 上车 迎接 就迎接 然后就得陪同啊 他摇啊摇啊摇到北极 对因为你有讲过说 好像金正恩这个人呢 特别 嗯 喜欢排场吧 你看这个车厢 嗯 这是车厢吗 这是车厢啊 还可以吧 可以挺像一个走道的 对啊 然后那个红皮沙发椅 对 对不对 红皮沙发 所以说他们的会谈是在 火车上 这个是中方在上一次呢 他到中国来的时候 中方的代表在丹东啊就上车 上了车呢就陪 对互送啊进京这样 对上一次他也是带上了他的夫人 媳妇人出席 是所以这一次呢也是这个 四度访华哈 对于即将来到的川津会呢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看中方也派出了 家常型的里车 对 我这个车子不是画面变形啊 是真的那么长 对不对 没有拉长 因为你看这个警卫 警卫没变胖嘛 对这车子还真的像一个 像一个那个大卡车要那么长 对蛮高级别对待的啊 对不对 后面还可以做三排啊 说不定就是前后也是有安保队 有摩托车开到啊什么这些都有啊 画面都有看到 但也看得出来这一次 真的对于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呢 似乎啊 这个美国在加压 因为我总觉得啊 这个中美建交到今年四十年 四十年前的一月呢 这个邓小平啊 跟美国总统卡特 双方签订了这个中美建交 之后呢 这个当然啊 二十年我觉得是一个周期在变化 对不对 对 那这个变化当中的微妙之处呢 礼拜六 新闻点评跟大家仔细聊一聊 对对对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对所以说这次金正恩的第四次访华 因为他也是在元旦的时候特地说特别希望能够和川普进行第二次会议 你也见不到吗 对见不到的 所以说这一次的行程安排可能会比较特别一点 可能就一些和美国怎么样打交道或者是谈论问题的一些方式 因为现在大家都要他朝鲜半岛无核化 是要他说句不好听啊就缴械 因为他等于是呢 这个任督二脉啊都要被人家废了 那打通了以后呢 他可能就这个武功尽失啊 所以呢他核武器没了 他的这个飞弹呢也没了 那对于这个朝鲜来讲将来手上没牌 这一点是金正恩啊比较担心的 那会不会这一点也是中国比较担心的呢 因为他们的战略位置也是比较重要的 当然这个私下讲是对了 表面上是不对啊 因为中国也希望 要促和平 中国也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 但这个这个不能讲破嘛 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通通要他缴械 但要缴械之后呢 他想万一你们翻脸不认人 对不对 像那皮特里一样对不对 翻脸不认人 就现在我还有一个筹码 对啊 我好歹对不对 什么没有 我烂命一条 对不对 我有核弹 我有飞弹 你们来吗 同归于尽大不了 这个穿草鞋不怕穿布鞋的 好了 好那现在怎么办 那现在如果通通把他给弄出去之后呢 他以后真的没戏 所以他现在可能跟中方要谈 就看看呢 这个这个这个下一步该怎么走 对不对 是不是照美方的意思呢 真的乖乖的把核武器 核原料啊什么飞弹通通叫出去 还是要怎么走 就是他可能也跟中国说 如果我交了 就是我们两个就是能不能 假如说万一我真的交了 对不对 有出现什么事情的话 那万一出事的时候 大哥啊 你要不要帮我一下 请我 对大哥搞不好说没问题 交给我 你就交吧 对不对 那后面就交给我了 对不对 那都有可能 所以这一趟一定要亲自去 绝对不能派一个什么 高级的那种还不够 一定要本人呢 亲自 领导人对领导人习近平真的说 好或不好就答案了嘛 对不对 你派个特使去 一定碰个软钉子 一定亲自来 那当然呢 他带着老婆 夫人牌啊很重要 对不对 那这个李学祖很重要 对不对 这个基本上呢 这个他以前呢 他爸爸跟他爷爷 都不带老婆出门啊 对不对 韩国的女人地位 对这个现在都不是他这个 对这个确实是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带着老婆打夫人牌 嗯 所以呢那习呢 也要把这个彭 彭丽怜 这个习夫人啊 也要带出来 这个气氛呢比较融合 嗯 而且刚才 就算他万一恳求的时候呢 不会太难堪嘛 对刚才我们有看到 他们四个人合照的那一张 我觉得那画面还挺美的 对 如果大家有空去YouTube上搜 我们今天的节目回放来看的话 可以看得见 对我觉得 如果听广播的朋友 你可以描述一下 对这个李学祖呢 是一席这个红色的裙装 嗯 然后和习近平的领带很相衬啊 都是红色的 然后这个彭妈妈是一贯的 特别素雅的一个打扮 嗯 白色外套啊 里面是中式旗袍 对 对不对 那这个 金正恩大家就可以脑补一下 他常常都是那一套西装 你看李学祖在签金正恩的手吗 是的 对不对 哎哎对 你没有发现 嗯 他签了老公的手啊 好浪漫啊 很浪漫啊 好 那这个 也看得出来呢 这个希望啊 这次能够有丰硕的收获 对于朝鲜漫岛 无核化 能够再迈进一步 没错 好吗 那讲到这里 我们收拾这期待会继续啊 新闻今日谈 我们一会见 一会见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 我是David 郑经纬 大家下午好 我是Summer 是 那2019年呢 已经开始了 对不对 那2019年呢 我们要讲讲 跟2019年有关的新闻 对 实在是没有新闻 因为说真的 最近真没新闻 对 因为最近毕竟很多洋人 就是电视台 这些都放假嘛 他们都好像没有正式的上班 对对对 然后呢 可能这几天的新闻 大多都是在 比如说天气方面 哪里有交通 你看天气都讲两天了 对 要不然就出现了交通事故 这些呢 我相信大家都听烦了 对 好 那我们讲个大家不烦呢 对 做一个看看这个预测吧 说这个2019全球的十大风险 好 估计呢都会扯上川普 是 那么刚刚挥别 2018年呢 是经历了川金会 文经会和美中的贸易战 等多项事件 然而这个难民移民问题呢 都是在欧洲和美洲 持续的围绕 地区间的领土和主权的周分呢 也是难以得出共识的 政治风险调查公司 欧亚集团是归纳出了2019年 全球十大风险 夺下第一位的是 几下美中关系的地缘政治学坏种子 根据这个报道说 从欧盟北约G20G7世界 世界贸易组织的现况来看呢 地缘政治正成复向发展 报告就指出了地缘政治学的危机 渐渐萌芽 过不了几年呢 就会开花结果了 那么风险报告还提到说 2018年的十大风险 依序是有地缘政治学的坏种子 美中贸易战 网络战的加剧 欧洲民粹主义 美国内政问题 创新力的寒冬 非自愿结盟 墨西哥 乌克兰 以及奈及利亚 我们都知道 美国总统川普 自上任以来 美中贸易的战火 到现在都没有停息 也让两国的关系 成为了影响世界局势的关键因素 那么川普与习近平上月的会面 虽然暂缓紧张的关系 但是呢 外界面对这个称得上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外界表示出了无法乐观的看待 而且呢 除了美中之间的对峙 川普所带领的美国政府呢 也是激起了很多的反对声浪 19年的美国内政也将持续的混乱 川普被弹劾下台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政治的不稳定性却出奇的高 是 所以看得出来呢 川普是男主角 对 非常重要 是 而且他有说到这个地缘政治学 是 那当然呢 这个地缘政治呢 就讲到呢 这个关于像是南海啊 这个问题 那大家都知道呢 南海呢 我们曾经昨天也提过嘛 很复杂 基本上呢 这个大概有七八个国家都主张呢 南海是他们家的 对 那中国呢 有九段线啊 台湾呢 也有九段线 越南呢 也有一块 这个菲律宾 文莱 这个美国都化 马来西亚 大家都化都是啊 所以呢 就连那个 八竿子打不到关系的美国啊 也要自由航行 对不对 所以这种地缘政治呢 这个产生了一个微妙的关系 就是东南亚 东盟啊 跟中国的发展 还有跟这个美国的关系呢 就起到了一个变化 所以这种地缘政治啊 这是一个热点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讲 像这个朝鲜半岛啦 中东啦 很多地方啊 都有这种矛盾存在 对 所以说这个地缘 政治学就是说 最近可能大家对海域岛 角力啊 因为外交这东西啊 说句不好听 南海这东西啊 它其实啊 南海很大 南海很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每一年啊 每天的商船啊 通过 大概呢 一年啊 它大概可以运送全世界 三分之二的货轮啊 要在这个海域通过 是 那尤其亚洲啊 什么中国 日本 韩国 什么台湾 香港 所有的原油 通通啊 是经过 这个南海 马六甲海峡啊 什么运送到 这个等于东南亚 东北亚来 所以呢 这个海域啊 照讲 它也很大 也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它的复杂性就出来了 是 对不对 那因为它这个 比较看这个地区啊 很重要 所以呢 这个自从中国啊 开始这个人造倒之后 把这个交变倒之后啊 这个问题啊 就突然之间啊 就升高 因为各位应该还记得 当年啊 越南啊 跟这个中国 在1976年 我应该没记错 打这个西沙海战 当时啊 就西沙啊 越南要战 这个中国啊 就准备啊 这个要迎战啊 这个不能让这个越南人啊 把这个西沙给抢走 是 那当时呢 这个就东海舰队 南海这边啊 这个船舰不够 就掉东海舰队 三艘啊 这个驱逐舰啊 就南下 准备呢 去征援啊 要打这个越南 越南要抢这个西沙 好 那当时惯例 因为海峡两岸的紧张啊 当时中国船舰呢 是不走台湾海峡 如果他们要到南边来 东南亚 是要绕过台湾的东边 从这个上面 要绕过台湾东边 再经过 进入巴士海峡 进入南海 好 但那一次呢 就走台湾海峡 因为紧急嘛 军情紧急 就走走走 走到这个 这个金门附近啊 这个船舰呢 就打信号 就说我们要通过 台湾的守军 一看 知道 那时候知道 西沙这边开战 中国跟越南在打 所以那时候啊 这个就打信号 说我们要通过 那驻军了一看 这个对方啊 是这个中国解放军 海军要来了 那怎么办呢 就马上报告 请示啊 对不对 你不能乱开炮 因为看得出来 他是要通过 他不是来打仗的啊 对不对 听说中方这边呢 也很紧张 船上的炮弹呢 全部上膛啊 说万一对外轰过来 我们要打回去啊 对不对 因为两边那时候很紧张 好 那就打了信号啊 就等对方回话 这边啊 就快点啊 讯息啊 就传回台北 好 当时呢 就传到这个 等于是这个总司令啊 这一看 哎这个情况啊 不太对线 国防部长 叫郑维元 他就觉得这个情况啊 就绝对不能说 他做主啊 听说就跑去啊 问这个蒋中正 说哎 这个能不能过 能不能过啊 能不能放他们过 听说这个老蒋考虑了半天 就说这个 这个战事啊 紧急 这句话 战事紧急 打仗的时候 这次紧急嘛 这个国防部长一听 咚咚咚就去啊 就说放行 就这个金门的守军啊 就打信号 说请通过 当然呢 这个中方这边啊 一看哎呀太好了 本来以为啊 过不了 不以为他会不让 但因为那边西沙呢 越南啊 冲上来了 要抢这个西沙 对不对 好这边东海舰队 就通过 就第一次哦 在那个时代 第一次通过台湾海峡 就进入了这个 很快啊 就来到南海 增援 最后结局 是把越南打退了 好西沙保住了 所以西沙现在呢 建的不错很大 对那你想知道 这个由韦号5208的朋友说啊 这个西沙海战呢 是发生在1974年的1月19号 好谢谢 谢谢 我记忆力不够好 我做到 你好像说的 1976 1974 好 那重点是呢 这个这种 这种问题啊 地缘政治问题 非常复杂 对不对 所以你看 现在 在整个南海问题 在2019年 还是一个什么热门话题 美国一定啊 要不断的去 弄一下 弄一下 让你中国啊 就是不舒服 你不喜欢哪件事 他就偏去要做那件事 劳一下你的痒痒 对不对 就像有时候小孩子吵架 对不对 哥哥跟妹妹吵架 那妹妹呢 比如说不喜欢什么 哥哥就一定要去 拉他头发 对不对 妹妹最讨厌人家拉他头发 哥哥一定要去拉一下 对不对 他就知道因为一拉 那个妹妹呢 就会叫 他就很高兴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就一样 现在呢 他知道中国啊 对南海 很重视 好 那我就呢 天天弄南海 戳一下啊 对 看你怎么样 对不对 对 这个朋友他说 当时的奖总统 依然是中华民国总统 当时的国军 依然是中国军队 叫国军嘛 嗯 对 对 好 那这个还是没变 到现在也没变啊 好 重点是呢 两岸之间呢 其实在一致对外的时候 并不是不能解决 因为当年哦 中国啊 在这个南海打仗 嗯 跟这个越南打 打了好几次 对不对 嗯 有一次啊 打到后来啊 这个船上啊 这个粮食水都没了 嗯 好 台湾呢 在南这个南沙那边 有个太平岛 嗯 这个太平岛在南沙地区啊 算最大的 嗯 上面有水啊 比较大 淡水 有淡水 嗯 然后当时呢 中国解放军的这个船啊 嗯 就希望能够啊 补给 因为船上连喝的水都没了 嗯 对不对 更不要说吃的东西 那这会儿要回去呢 那逐渐不就要饿死了 对不对 就希望能够靠岸补给 当时啊 那个 这个委员啊 是国防部长 他就说 同意啊 这个靠岸 有人斗 嗯 靠岸补给 他还说句什么话 如果必要时啊 国军啊 也帮解放军啊 对付越南打 共同的敌人嘛 嗯 那个时候就比较团结联合起来 他曾经讲过这个话啊 真的必要时候啊 就就联合啊两边去对付 这个越南 是 哦那越南啊那时候啊 听说蛮狠 他们都怎么样 越南跟菲律宾啊 偷这个岛 嗯 他们都什么时候呢 等台风过后 因为台风天啊 在南海的时候吹得很厉害啊 这些呢都等 等到这个台风啊 刚过 他们的小山板 叭叭叭叭叭叭就来了 哇 啪哩啪啪就上啊 哇 简直跟那个 那个 一样 啪就扑上去啊 对不对 就抢啊 打啊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真的是 守着那边的岛不容易啊 所以你看现在什么 永暑礁啊 变成永暑岛 嗯 都是 就不怕台风天了 都是把礁变为了岛 不然台风天一过 又一群来了 哎那 哎 我们上次讲的那个 美国在西沙群 就这刚刚我讲西沙 对 永夜 有那个礁 也是他们想要把那个礁 哦那是日本人吗 哦对啊 那是日本对 那冲之鸟礁 哦冲之鸟礁 他们现在也想把它变成岛 还强化一下 对不对 还不如这样叫个岛 就算了嘛 对不对 是 好 所以呢 这个是2019年啊 南海 尤其是 大家特别要注意到 会比中东还热闹 南海问题 南海 因为国家参与的太多了 而且大家在这个节点上呢 有人就要 你哪不喜欢 我就要弄你 嗯 对不对 事情更加复杂 因为当年啊 在克林顿时代的时候呢 嗯 应该是克林顿 嗯 时代当总统的时候 美国啊 有一个这个侦察机 就飞到南海的上 这个海南岛附近 嗯 对不对 中国那个那个叫P6 侦察机 嗯 拍照啊 那中方啊 歼巴飞上去 嗯 驱离啊 说这已经进入中国领空 轻的离开 啪啊 就没离开 就为了中国飞行员啊 当时也比较勇敢 想说啊 我啊 就靠近你 看你走不走 我等于是 有点逼你走一样 就没想到呢 美国飞机啊 因为它这个摆动有气流 嗯 结果那个歼巴搭造 战斗机啊 它靠的是冲力 嗯 它不是福利哦 结果呢 它失控 飞行员不信政务 但是呢 这个P6飞机啊 也受伤 嗯 后来迫降海南 嗯 迫降之后呢 这个中方当然 这个比较人道嘛 嗯 说好好好 飞行员 这个大家先给饭吃啊 好 美方就说你快点 还飞机啊 还飞机 中方说好啊好啊 我还呢 听说在这个 好久以后才还 但是呢 这个责任算谁的呢 因为他们是确定 是在中国的领空 后来有 没有认错 但是有赔偿 嗯 中方有赔偿 不不不 美方 美方 因为中方飞行员不信 遇难嘛 嗯 对不对 但是呢 听说呢 这个中国科学家 嗯 也没浪费时间 把这个P6呢 给逆向攻城一下 给你 再走 对不对 你上面 听说那些 飞机上的那些工作人员 你知道怎么 拿那个灭火器啊 砸那些设备啊 因为飞机要降落 迫降啊 嗯 那这些设备都是机密啊 听说就拿那个 那个灭火器砸 快点把机器砸烂了 哦就是 要被你拿走啊 因为它不能吞下去啊 你说以前有纸条 我还以为要去研究 结果没有 是把它 美军是要把它砸掉 哦 但是呢 中方比较厉害 嗯 你砸了我一样 把你逆向一向 哈哈 就逆定 嗯 所以这个都是 非常有趣啊 中美之间的变化啊 好的 那时间的关系呢 各位不要错过 礼拜六新闻点评啊 是 我们要盘点一下 40年来的 中美关系变化 嗯 好的时间的关系 我们稍稍休息 待会继续 新闻今日谈 我们一会见 一会见 19号 奥克兰年度大事啊 就来了 是 今天有朋友 也打电话来问了啊 对 打上来了 说咱们的 今年的新春花市 是在哪个地方呢 嗯 所以说呢 我们也借节目 最后一点时间 来跟大家 嗯 分享一下 这个好消息吧 是 嗯 那么呢 我们这次是 会在The Trust Arena 西区 西区 The Trust Arena 举行2019年的 新春嘉年华 时间呢 是在1月19号 特别好记 下午3点 1 哦 你说具体时间点 1月19号 19年的1月19号的 下午3点开始 这个你不要看啊 数字啊 代表这个命盘 命盘 你看电话号码就知道 嗯 中华电视网的短讯是什么 021 对021 2010998 2010998 2010 从2010年开始 嗯 我们就一直发 不停的发 哈哈 现在 99发 对就99发 不停的发 舅舅都发了 嗯 所以呢 这个从10年开始 中华电视网真的发了 还不错啦 也承蒙大家的后爱啦 真的就是靠大家 所以我们发啦 对 还有呢 这个就是呃 今天啊 听众问的时候 说我们从3点到11点 是吧 您说 呃 是 放烟花大概 10点半 放不了那么久了 放不到11点啊 对但是时间也很长哎 大概 下午到晚上的时间 大概我们表演活动呢 到9点半 嗯 然后呢 就请各位贵宾呢 这个移到户外 一下 哎 然后呢 这个精彩高档烟花 会演 哎 我们 肯定比跨年的烟花好看 我们烟花是好几万的 嗯 对不对 那个商家啊来这边啊 要赞助烟花 嗯 一看 没问题 支持 为什么 因为放烟花 要放的不够大气啊 丢人 对 对 所以要大气 而且烟花真的算是 放到最后压轴嘛 对 你一定要给 不要给别人那种小家子气 就是 就是一定要 这种感觉对不对 对 又新的一年了 你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啊 各位刚刚过完这个 告别2018 迎来2019 对 全世界 不管任何民族 任何宗教 任何语言 任何国家 在12月31号的午夜 他们做了一件事 放烟花 对啊 嗯 放烟花就是 我们人类现在 最能表达我们那种 极致 欢乐 嗯 的动作 就一个 而且 嗯 在国内还好 大家都可以 有趣 就是随时都可以放 随时都可以买到 但是纽西兰比较不好的是 你好像就只能在 呃就是烟花 前一阵子才能买 然后在固定的时间 才能够放 但是呢 你自己也没办法 做成了有盛大的烟火秀 对那搞好几万 对也不能常常的看到 所以说呢 咱们也是回馈 我们就不习血本了 嗯 就在2019年的1月19号 晚上大概9点半了 对 燃放烟花啊 那当然呢各位说 烟花就这样啊 但是你要知道 2018年呢 大家都有一些 不太顺的事情 对不对 要把这些不太顺的事呢 都要丢掉 对不对 那猪年来了 大家都要发发发 对因为猪全身都是宝嘛 对金猪年就希望大家能够 来到The Trust Arena 和我们一起度过 对 因为那天呢 好像不仅说有烟花的表演 从下午开始就一直会有演出 我们这次叫大舞台 嗯 大舞台的概念呢 是中华电视网的主持人啊 清朝而出 不是不是 全体出动 我们这都去 我们这主播台 或者是这个WTV就空了 全部都挪 全体出动 不是清朝而出 全体出动 出动之后呢 我们就轮流上阵 嗯 第一棒呢 叫找那个最帅的 最漂亮的 打第一棒 嗯 是谁 一歌一节 哦 早上的 天刚亮就出发 对不对 一歌一节 依此类推 就是我们是按节目的形式 对对对对 看时段嘛 嗯 我们呢 是在五点到六点 确定了哈 嗯 如果再有改变 下面有跟大家在讲 暂定啊 特别想看Summer的朋友呢 五点到六点 又被cue了 可以吗 可以我们是五点 确定我们是五点到六点 service大家 没关系三点就可以看啊 先看一歌一节啊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次很精彩的事 不仅有表演看 就是外面有中医一诊 西医一诊 牙科的一诊 还有小吃 好像这次厂子也挺大的 很热闹 嗯 流水席啊 的概念哈 而且这一次呢 绝对没有什么入场时间啊 什么担心进不去厂子里面啊 对 看不到表演 去年有 去年我朋友就是 他很想看晚上那一场 但是没有进去到 对 然后呢 我就查了半天节目表 现在缺一个节目 什么节目 胸口碎大使啊 要不要牺牲一下 我怕算了算了 我怕你去胸口碎大使 2019年之后不能继续主持 是是是 但是呢 这个就算了 没有就算了哈 那如果有人愿意表演 胸口碎大使呢 我可以跟公司情商一下 对 特别呢 安排在场外表演一下 我们都是跟他捧场 没有场外有救护车啊 就近点了 对不对 但如果你真的是 有那个有功夫底子啊 真的跟我联络 对 因为我一直希望看胸口碎大使 你YouTube打开看都是 你是要看现场的那种感觉 那绝对不一样哈 所以呢这个到了1月19号 我保证各位来到这里呢 一定是这个收获多多 就像你说的嘛 可能这个商家们 那个时候荷包里面都是 鼓鼓满满的 而且很多商家呢 要送礼物 对 中华电视网也有大惊喜 小惊喜 惊喜不断 那所有的主持人呢 都活生生的在你的面前 活的 这次是活的 也生的 保证活的 活捉一只 David老师 不不不 我们这个没不好吃啊 活捉 活捉 那腊肉呢 只能炒汇 只能怎么 这次有老干部 有小鲜肉 有小鲜肉 是吧 都满足大家的口味 应有尽有 应有尽有 所以欢乐不能独享 一定要1月19号呢 大家一起来欢乐 这比较有意思 中乐了嘛 我跟你讲啊 我们做新闻经济谈 尺度都很严啊 都不能搞笑 你知道 对 常常 你知道就我们 我们1月19号 一定要尺度大一点 对 段子多一点 不能说的都要说 你说的哈 你今天把尺度开到这了 反正我是可以的 对对 没问题没问题啊 所以1月19号 大家一定要来 厂子一定很热 很闹啊 那这个从三点开始 一直到晚上九点半 接着放烟花 对不对 然后呢 各位呢 这个一年来 未来的一年啊 一定是财运亨通 身体健康 节目不停 欢乐不停 搞笑不停 搞笑不停 最后来一个烟花结尾 这perfect的一天 太完美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一定要好好把握 好的 那希望呢 各位现在就把时间空出来 可以的话呢 愿你的朋友啊 这个大家聚聚啊 说好久不见啊 我们一起去参加 中华电视网的活动啊 这样就可以跟朋友啊 大家相聚 然后呢 又各吃各的 各看各的 各买各的 而且那么多朋友来呢 你可以开一个车 早一点来吧 停车位站好 三点钟就开始玩 好主意 玩到晚上是吧 烟火一看了 哎 几个朋友开着一辆车回去 那我们也要早上去啊 不然我们真的 我们走过去好了 走很远啊 你要从北岸走 是有点远 可怜我掉眼泪了啊 不过没关系啊 这个我们早点出发 好 那希望各位呢 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的2019年 新春加年华 好的 时间的关系 我们周周周期待会 明天见了 不是继续 明天准时 没说够是吧 明天准时 空中再见 明天见 拜拜